登子齊今年初多愛通落自己即將進入純閉關的階段 消失半年時間的她終於在近日驚喜回歸 她清空IG和Twitter以及微博 三個社群平台的全部貼文發出新的破文寫道 我回來了,帶著我的新作品與歧視路 她在貼文中表示 由於感覺人們把一首歌完整聽完的耐心越來越少 但是不甘心專輯中的14首歌會被草草略過 為了讓人們用心聽完它們 於是她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以音樂連續劇的方式 讓每一首歌有一個獨立MV 但是串起來卻是一個有連續劇情的完整故事 她還曝光一個新身份就是首次當編劇 規劃了14個MV中的故事 貼文曝光後 丁等待許久的粉絲們都興奮不已 直呼女神天后終於回來了 對於她的新專輯 大家也紛紛留言表達支持